字幕志愿者 城镇 红飞死方 无巨软无岷 人共我党 唐我的血糖 那不死方 谁及可坦荡 人手我抗 此赤手可浪 合拍心我为人 毫无心意众生 你怕放我善我 只怕丹笑不患做错 那不死方四对天对地 飞得起又将亦有别离 丹得起零言了不起不惜去躲避 未经得起六云白雪斑肥 那不死从未怨天怨地 若我飞得起为何害怕失利 若我输得起宁愿爱得起 不惜虚伤肥 能同渡万里能无陷至死 换我飞 离受别水我亦无忌 可以 飞鸣 怎么样?秀人,找到爹吗? 飞鸣,张大人真的要解散民团? 一天最坏的都是我们 一心打算找张大人帮忙 快找回王师傅 结果这样出了大头发 算了, 你只是急著幫我找爹 難道真的被他解散民團嗎? 提督大人也說無能為力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不如找莫天龍幫忙 上次張大人那件事也是他幫我們 難道他這次真有辦法呢? 依我所知 這次解散民團或多或少 是朝廷的意思 我是一個生意人, 人未現卿 未必能幫你 莫老闆, 你太謙虛了 我知道莫老闆跟朝中的達官貴人 關係也很好 因為上次張大人那件事 我和世榮都不會輕易放出來 我想莫老闆你多幫福洪一次 既然世侄這麼說, 我儘管試試 那我就替佛山的老百姓 多謝莫老闆 不過我也希望你幫我這樣和 若然飛鴻做得到, 我一定盡力而為 就和我女兒桂蘭斷絕來往 讓她專心在香港讀書 身為人父, 我所做的一切 都為女兒著想 希望我以後有好日子過 桂蘭的年紀更小 所以, 在這個時候不應該分心 原來有個心靈底, 很明白我的意思 飛鴻當然明白 但我和桂蘭交往, 和民團是兩回事 又怎能運為一談呢 我想莫老闆你, 求佛山的老百姓 再考慮一下飛鴻的請求 我都不妨礙莫老闆, 告辭 我們沿河下游找到很遠的地方 但也沒有發現 黃飛鴻和民團那群人還在找 那你們還回來幹什麼? 我曾經跟你們說過 無論是生是死 也要比黃飛鴻早找到黃麒英 還不快去找? 是, 大聲 蕭天, 我煮了這個煙瓶酒, 趁熱喝 你沒事吧? 不知為何, 想撞吐 我先坐下 玉如, 我見你最近臉色不太好 你小心身體 我請個人回來照顧你和小婷, 好嗎? 不用了, 我這幾輩唯有不太好 我休息就沒事了 對了, 我見你好像心煩一樣 你沒事吧? 天龍河那些事 我剛才聽你叫阿冬跟我進去找黃師傅 現在還沒有他下落嗎? 蕭天, 你是不是知道黃師傅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你這麼問 我看你好像很關心黃師傅失蹤的事 玉如, 你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還有幫我照顧小婷 其他的事, 你別管那麼多了 蕭天, 你要出去找黃師傅 知道你已經為民團的事奔波了一整天 你不如休息一下吧 我一天不找爹, 我怎會睡得著呢? 民團的兄弟都找了幾天 有休息的, 應該是他們 那個人是我爹, 難道我坐在那裡嗎? 那我陪你出去吧 黃師傅 黃師傅是不是在這裡? 甚麼事?小兄弟 我的手掉了, 快點叫黃師傅出來 他不在這裡 那怎麼辦?我每次教都是黃師傅 才治得很餓 不如我幫你看看 你?行不行 放心, 你忍著有點痛 你動吧 想不到你的衣服都拍得住黃師傅 怎麼稱呼? 他是黃師傅的兒子, 他叫黃飛鴻 原來又是黃師傅, 麻煩你了 行了, 叫黃飛鴻就行了 寬, 跟這位小兄弟進去敷衣 你過來吧 怎麼問?有甚麼消息? 我們沿著河的下游一直找 但是一無所獲 奇怪的是, 除了我們找黃師傅之外 大小天派人去找他 沒理由, 大師傅一直很討厭爹的 你們的失蹤可能和大小天有關 蕭天, 你沒事吧? 你看看你, 滿頭大汗似的 我沒事 你去哪裡? 我有事出去辦 黃飛鴻, 雖然你搶走那本大家拳譜 還恥口否認 但我從來沒想過把你置諸死地 黃飛鴻, 我想救你 但當我伸手想拉你上來的時候 你… 要怪的, 就怪你為何這麼多事 大師傅, 你不要跟我說 爹是你害死的 不關我的事 要不然你害死爹 你為何要怪兒 你分明就是作賊心虛 你說甚麼也好, 黃毅不是我殺的 你不跟我說清楚 你不用資源走 沒甚麼要跟你說 你想跟我打, 別逼我出手 你不跟我說清楚, 你別怪我 蕭天 飛鴻, 你們別打了 我相信蕭天, 他不會害死黃師傅的 那為何我明知道爹跌作神 他也不趕出來 爹, 我為何不需要跟你解釋 總之黃麒英不是我殺的 飛鴻, 你相信蕭天吧 無論他怎麼恨黃師傅 他絕對不會殺他的 他也不是這樣的人 你跟他相處了這麼多年 你也應該知道他為何人 我相信黃師傅 不想見你們兩個自相殘殺 你這樣是查不出真相的 如果他沒事的話 你說他會怎麼想 好 但是蕭天, 如果爹真的死了 而跟你有關的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蕭天 你別管這麼多事 你別管這麼多事 蕭天, 你別再坐下去了 你回頭吧 蕭天, 我說過黃麒英不是我殺人 現在是不是連你也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寧可不處帶我 我寧可過以前的生活 我也不想見你再坐下 我寧可不可以 蕭天, 不如我們離開佛山 我們可以… 你我現在放棄一起 我所有的事都是我辛苦苦的贈取回來的 你別管這麼多事 飛鴻 怎麼樣?有什麼新的廁所嗎 這麼多人找了這麼久都找不到 我替九成九… 皇媽 這個時候不要亂說話 我們一定沒事… 糟了… 飛鴻怎麼樣? 飛鴻姐, 消息 不是…有個民團兄弟打聽到 說張大人現在派人去查封崇政社學 各位差大哥, 我求求你們 崇政社學是我們民團的地方 你們絕對不可以查封的 我們是奉朝廷的命令 來查封你們民團的地方 如果你還在這裡阻礙的話 只要違反朝廷命令, 等同造反 自己的馬上離開 不然全部帶回衙門 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走 我們寧死都要保衛崇政社學 保衛民團… 住手, 打冷靜點 為什麼你們這麼衝動? 民團弄成這樣, 我知道大家都不想 但現在仍然這麼衝動的話 朝廷就有更多藉口阻礙我們民團 如果總教看到, 他一定會反對我們 難道就有他們解散民團 大家放心 我和飛鴻一定會盡力保護民團 我相信如果找回爹的話 就能夠證明給朝廷看 我們民團是有存在的價值 但不要再生事, 先回去吧 是呀, 聽到飛鴻說, 先回去吧 是呀 飛鴻 飛鴻 你還在嗎? 是呀 我看你最近不開心 擔心你不來看看你 你沒事吧 民團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還在一盤散散 爹不知道用了多少心機 多少心血 才加到他這麼大的成績 要讓他知道, 確定很失望 還有甚麼方法可以解決的 你在提督大人呢 他一定很支持和信任你們的 不如跟他商量一下 這次提督大人也說沒辦法 我還可以怎麼樣 不如這樣吧, 我回去找爹幫忙 他人敢這麼說, 一定有辦法的 我想還是不用了 我只會想辦法 如果你真的有辦法 就不用站在那裡喊聲嘆氣了 不要緊, 我回去找他 一定要有辦法的 我都說不用了 甚麼不用 我知道, 現在黃師傅又不知道去了哪裡 民團又要去被解散 我知道你的心很煩 不如你告訴我吧 可能我幫到你了 沒事 你認識了你這麼久 都沒見過你這樣的樣子 你告訴我吧 我真的能幫到你, 你說吧, 說吧 我都說不用了 不用這麼兇 我只是想幫你而已 算了, 我走了 黃飛鴻, 你真的能讓我走 以後不想我再理你 你以後就不要理我吧 黃飛鴻, 你真的不用再見到我 不想我再理你嗎 你知不知道 我家裡這麼辛苦 才可以繼續留在這座山 那你就別留了 反正你爹也不喜歡我和你一起了 黃飛鴻, 你說什麼? 現在是我和你的事 為何把我爹拘捕了 好, 你想知道嗎 民團的事, 我之前已經找過你爹 但他要找你做交換條件 什麼交換條件? 他要我以後不可以再跟你來往 不可能的 我不相信爹會說完這句話 你不相信也沒辦法 我看你這麼難得才和你爹娘相認 我起初沒打算告訴你 不可能的, 我當然回去問他 姐姐, 你和飛鴻說過什麼? 我跟他說過什麼? 你不是說要我們兩個斷住關 是你才幫民團嗎? 你算是真是問爹吧 什麼事?桂蘭 我們只是想有一個答案而已 好, 我就給你一個答案 你看你現在什麼態度都對爹 爹娘, 爹不想你和這群朋友來往 我不想像你變成今天這樣, 目無尊長 老爺, 不要這樣 桂蘭只是想問我明白而已 如果你沒這麼說過 飛鴻不會這麼說的 桂蘭 桂蘭, 你知道爹怎麼疼你 爹的做一切都為你 你現在群你這群朋友 聽他們的話, 壞爹, 質問爹 老爺, 真是令爹太傷心了 你聽他回香港 我是不會回香港的 老爺有時候可以慢慢商量而已 夫人, 我送他回香港為他好人 老爺, 如果我再群你這群人 我不知道以後會變成怎麼樣 我不會回去的 寶芝琳個個都是好人 你還幫他們說話嗎 老爺, 就算是送他走也不用急 讓一切安排好先, 臨急臨忙 桂蘭也要跟他的朋友說一聲 我還讓他跟朋友說 婦人, 你不用跟我求情 說出這樣就這樣 快點跟爹道具歉吧 爹 不用說 進來 是, 老爺, 別我吩咐 不准大小就踏出門口半步 先走 爹 真是 大老闆 你怎麼這麼悶, 一個人在這裡喝悶酒 不如讓春花陪你 看你的心情這麼差 好,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來得宴春台 當然是想開心一下的嘛 來吧, 我們乾杯 那個玉如真是不對 在這個時候你心情這麼不好 他也不會哄你 對呀, 不如這樣吧 我們今晚不醉無歸, 好不好 你不就當這裡像你自己的家一樣 來吧 我心情這麼無歸, 還好嗎? 你身體不太好, 可以休息一下吧 我看你一整晚都不回, 我擔心你 我的事你不用擔心 你照顧自己的身體吧 那個成件送給小婷嗎? 不是, 小婷也不喜歡鮮煙蠻色 這是給桂蘭的 我打算晚點去看她 不如我們一起去吧 不用了, 小姐趕著去香港開學 我晚點就會送她上船 就算開學, 也不用走得這麼急 這是老闆的意思, 你休息一下 我翻完課裝之後就會送小姐上船 你走吧, 老爺吩咐過 不讓小姐見任何人了 我求求你, 我是她的姐姐 都沒有人讓你見, 走吧 玉如姑娘 莫夫人, 見到你就好了 我知道桂蘭快離開佛山 但為甚麼這麼突然 我之前沒聽過她提起她 這麼快回香港 書無論如何都要讀 不過你可以放心 桂蘭一到達就寫信給你了 但莫夫人… 玉如姑娘, 桂蘭是我的女兒 我這麼難才找回她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她的 但是… 總之, 她去到香港 我叫她多寫信給你 你不用掛心了 那我也不妨礙你了, 玉如姑娘 我這裡有個成結 是我織給桂蘭 麻煩你替我交給她 那我代桂蘭多謝你 你自己也要保重 桂蘭, 你別這樣 為父母的有誰不愛惜自己的子女 你爹就是頑緩了點 不過也是為你好而已 如果他真的為我好 就會逼我走 好, 娘就不是幫你爹說話 不過當初又是你自己說要香港讀書 一切手續辦好了, 你又反悔 那你說你自己是否合適 剛才是玉如姑娘來過 這個繩結她叫我交給你的 她連姐姐也不讓我見了 那也叫她為我好 桂蘭, 你現在去了就沒回來 不, 等休假的, 就回來探望她 我找人做一件絲綿辣給你 香港的天氣雖然不是太冷 但有時候天氣趕不上 萬一你冷病了, 免得爹娘擔心 看你爹多關心你 快點謝謝爹 謝謝爹 桂蘭, 其實爹也不捨不去香港 好, 只不過我年輕的時候讀書不多 賺錢賺錢 現在你有機會讀書 也要為自己的前途打算一下 我知道 這十幾年來, 我也沒對你負責任 桂蘭, 你放心 爹不會讓你捱苦的 爹 敷完明天的藥就沒事了 謝謝 飛鴻, 我不是叫你先不要體症嗎 找你爹才算吧 難道你街坊弄傷了 想爹要體症, 我不理會他們嗎 你日後要體症, 晚上又要找爹 我怕你繼續想下去, 捱不住 行了 否則因為爹的心血 我不會令他失望 飛鴻, 你在這裡就好了 甚麼事? 不知道 桂蘭要走, 莫老闆說要送他回香港 待會就上船了 飛鴻, 你們別跟著我了 小姐, 老闆要我看著你 直到你再到香港為止 天哥, 我真的不想去香港 別讓我難做 何其家人呢? 芭芙 馬賽克 乾杯… 我的錢袋呢? 來… 飛鴻 你有沒有搭船到香港?你怎麼在這裡? 是呀,爹叫青哥看着我 他說怕我走,很難才擺住他們 飛鴻,我真的不想去香港 我不想走,我不想離開你,不想離開你們 你不想走,有人逼你 是呀,爹他們一定會找我走 放心,我一定會想辦法 你憑什麼來搜寶芝林? 莫老闆懷退的女兒 被你們寶芝林的人收藏了 所以我要來看看 你說進來看看就看的? 你當你們是官差嗎? 很傷口氣跟你們說不行 別怪我們不客氣 你們敢亂來的話,我真的不客氣 來… 冷靜點 我們寶芝林光明正大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麻煩你報官 我怕我報官來 你也不知道把莫小姐帶去哪裡 好,你這麼想搜,我給你搜 那我也不客氣,阿冬阿俠 搜 是… 大師兄,今天查到我了 你也搜 怎麼樣?找不到吧?走吧 我們走吧 平安 老闆,我已經找到人整個寶芝林 但也找不到小姐 這麼多人看著他一個都被他走了 你怎麼做事的? 對不起,老闆,是我疏忽 總之一定要找到桂梁回來 一找到的,馬送送他上船 下到香港 是,老闆 老爺,其實女兒也不想走 你越逼她,不然她越避開我們 現在女兒在逼我 我看你們父女倆弄得僵我心痛 為什麼你總是要送她走? 女兒在逼我,女兒在逼我 女兒在逼我 女兒在逼我 好…夫人,找桂梁回來再逼我 女兒在逼我,怎麼會想要送她 到處女兒在逼我 去哪兒再問她 這裡有四文化 不,人家要送她 她要送她走 她要送她走 這裡要送她走 多謝她倆 Internal 是玉如姐,你沒事吧?先坐下 最近也是這樣,不知道是不是感傷了 你要照顧身體,哥哥也是 經常見不到他,還要每晚都這麼晚 你別這麼說他,他有很多事要做 春花 玉如 為甚麼你臉色那麼差? 我差點不認得你 這麼晚?不知道有甚麼事 我專程送你 你這麼是玉如姐送給哥哥的玉珠 為甚麼會在你這裡? 你也是少天的妹妹 你哥哥昨晚來我這裡過夜留下來 趙天真是很大猛 幸好我執藏他的時候見到 就特地送回來給他 你胡說,我哥不是這種人? 傻丫頭,哥哥男人都是這樣的 不信的,你問玉如就最清楚了 你哥哥之前每晚都到燕春台找他 春花姐,真是麻煩你送回來 不麻煩 對了,打理這麼大的房子 當然要花很多心思 怪不得玉如你沒時間照顧你的男人 不過不要緊,我可以好好幫你服侍他 你放心 說夠了沒有? 哥哥,你怎麼可以約那些 不三不四的女人回來的 甚麼不三不四的女人? 玉如和我不是一樣在燕春台出身嗎? 你還說?你來這裡幹甚麼? 人家特地拿玉珠來給你的 你幹甚麼?你真是沒心幹 麻煩你 這塊玉珠對我來說的確很重要 你說了這種事是不是想氣死我? 我想你誤會了 我和你之間只不過是一個買賣 你在燕春台做了這麼久 你應該很明白這一點 那個玉珠我已經拿回,你可以走了 可以快點走 哥哥,你怎麼可以這樣對玉如姐的? 男人做事要應酬小不免 但無論我做甚麼都好 我心裡只有這個家 但是你和剛才那個女人… 玉如姐,你說幾句吧 小婷,你顧著自己的身子吧 我跟你哥哥的事,我們自己會解決 你先回房子吧 我只想知道你春花說的話是不是真的 我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這個人真的變了很多 你這個人真的變了很多 你這個人變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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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人變了每次回來就問長問短 你這個人變了每次回來就問長問短 你這時候最明白 我最知道我心裡的玉如去了哪兒呢 你要這麼想,我真的沒有說話好過 好,桂蘭,我買了你平日都會用的東西 你安心在這裡住吧 謝謝你,阿堅 阿堅,你們兩個怎麼這麼生愛 對了,桂蘭,你將來回家不要去太久 我只顧著你的 對了,趁家老爺和趁家婆婆好不好 他們很好,爹娘還托我問候你 媽媽,你有煲湯給桂蘭喝嗎 對了,我煲湯給你喝的 我現在去擠出來 好,小心點,三婆 三婆,我不是還這樣 幸好我身體也挺健康 飛鴻,怎麼樣? 跟我們預計一樣 大師兄真是大齊人買去找你 幸好我沒有跟你回去 阿堅,這次麻煩你 別客氣了,剛才桂蘭先謝謝我 現在又到你,是不是不當我朋友 桂蘭,正所謂避得一時又避不了一輩子 你打算怎麼樣? 現在沒辦法了,都要見步行步 我現在一定要躲在這裡 否則被爹發現一定會帶我走 誰帶你走? 小媳婦,你不怕嗎? 有我在,沒人敢說帶你走 冷靜 飛鴻,找到你爹了 原來他被隔壁村的前夫救了回家 小婷 小婷,為什麼你們會來這裡? 我聽消息會找師父 我想去見他,他怎麼樣? 賣團馬英弟接回他的時候 他還昏迷不省 現在大夫在看他 黃師傅的人這麼好 一定吉人天相 大夫… 怎麼樣?大夫… 怎麼樣?大夫… 大夫,黃師傅的傷勢怎麼樣? 黃師傅撞傷了頭,而且傷勢不輕 那他什麼時候才能醒來? 這層我不敢說 幸運的明天就能醒來 不幸運的可能這輩子也醒不來 我明天再來看黃師傅 大夫,我送你 老媽,我要進去見師傅 不要了,讓師傅休息一下 反正有飛鴻和寶兒在這裡照顧他 對了,小婷,我們還是不要騷擾他 從來親說的,黃師傅一定會吉人天相 為甚麼會這樣? 寶姨,別那麼傷心 爹一定會吉人天相 但是…大夫也說 不知道他甚麼時候醒來 我怕他… 不要這樣,寶姨 我知道爹一定不想我們那麼傷心 爹,我最近沒出去遼事鬥飛 我還經常拿在報紙想幫人看診 雖然和阿寬都來幫忙 不過有些人說 都是喜歡你幫他看診多點 所以一定要醒醒 姐夫,飛鴻很生性 你看到你也會很開心 小婷,我媽已經在報紙等你了 你一定要醒醒 小婷,黃師傅他怎麼樣? 師傅他受了重傷,現在還沒醒 大夫說甚麼? 大夫不肯定師傅會不會醒醒 小婷,小婷他們不知多擔心 小婷,你憑破了一整天都累了 你先回房間休息吧 小婷,你去哪裡? 我有點事做 你想去找黃師傅嗎? 你想肯定他不會醒 到時候你就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我跟你說過 是他自己掉下山顏,不關我的事 是,但只要我說話你也不會相信我 小天,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只不過不想你一錯再錯 我沒有錯 以後是我的事,你不要過問 嚇死我了 你不相信我 誰的事剛才想到我? 我們不相信我 沒有人要把他拿到我呢? 我先路會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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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 鐵線拳? 什麼人? 什麼人? 站住… 沒事吧, 雖然? 沒事…那我現在怎麼樣? 我們不夠打, 回去看看爹 怎麼樣?抓到殺手嗎? 不要緊, 最重要是大家沒事 誰跟姐夫這麼大受怨 在這個時候還不肯放過他? 你猜我的乞丐人會不會就是大少天? 也有可能, 整個佛山 只有他最想黃師傅有事 依我說應該不是大師兄 你怎麼這麼說? 剛才我跟黑衣人交手的時候 他用的是鐵線拳 而且懂得比我多, 懂得比我完整 大師兄本拳譜在很多年前 已經被阿九偷了 他不可能懂得鐵線拳 不是大少天, 不是你, 不是阿九 還有誰懂得鐵線拳? 不過今天這個黑衣人 這麼危險來殺我爹 我想爹一定找到一些關於阿九死的證據 你這麼說, 即是你爹跌落懸崖 並不是意外 莫非有人想殺人滅口? 可能這個黑衣人就是殺阿九的兇手 阿九的場住在深山 照理他沒理由跟人有仇口 而招殺身之禍 可能是他以前跡落的仇院也不定 無論如何, 我一定找到一個真兇 替阿九和黃師傅報仇 在影響上 阿九的寬式 作詞 是誰 老闆, 是我 這麼晚回來, 有甚麼事 我拿了提貨單, 所以特地回來拿 想不到老闆你又在 對了, 老闆 其實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甚麼事? 保子兩班人已經找到黃麒英 我想問你, 我需不需要做點事 不需要 但如果黃麒英醒了, 我怕對老闆不利 我說了不需要, 又不需要 既然他還沒醒, 我不想折外身 老闆, 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找歸人回來 你有據消息嗎? 佛山有多大, 找一個人也這麼艱難 對不起, 老闆 我去派人手去找 沒其他事嗎? 沒了,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蕭天, 你整晚去了哪裡? 怎麼每次回來找這麼多東西問 我只是擔心你 我聽到消息 說昨晚有人進寶芝林想暗殺黃師傅 是嗎?那他豈不是死了嗎? 幸好黃師傅的人天上 嘯天,你昨晚有沒有去過寶芝林?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你懷疑我? 我只不過希望你沒去過 我昨晚整晚在宴春台 這個答案你滿意了 你真的去了宴春台? 是嗎?如果我不相信,你可以問你的姐妹 我相信 小天,我真的不想你再錯下去 我有沒有做錯,我自己知道 不需要你來教訓我 那好,我去煮一些心茶讓你解走 是,有沒有見過桂蘭? 沒有,為甚麼你會這樣問? 我告訴你,莫老闆為了這件事很生氣 他已經跟張大人有了協議 無論誰收留桂蘭也好 一路當老人勒索罪 就算不斬頭,也要老死在監牢 莫老闆真的這麼說? 是,所以你們要記住 無論桂蘭如何求你也好 你也不要心軟 無謂惹不必要那麼麻煩 是,我去煮一些心茶 桂蘭,阿姐 阿姐,你沒事吧 阿玉,你沒事吧 阿玉,你沒事吧 阿玉姑娘,你怎麼樣?坐下… 你怎麼說得這麼急 糟了,難道我爹知道我躲在那裡 怎麼回事 不是,我聽了趙天說 說莫老闆出重巢發生殺人來找你 還有,他跟張大人說 為厭情收留你的人 我怕三婆你們有事 不用怕,桂蘭 桂蘭,你半步也不要出去 我看看他們有什麼本事找到你 來,喝茶吧 三婆 我怕連女人都可以懷疑 我也還沒怕,你不用怕 阿姐,你不舒服嗎? 不如我去找大夫吧 不用了,桂蘭 我最近都是這樣 我經常吵吵吵悶 我休息就沒事了 不用擔心 悶悶? 看你臉青青的作悶 我想你一定是有喜 說什麼?三婆 這件事我最有經驗的了 大小姐果然在這兒 小天? 我知道了,你給假消息我 你來由我幫你找桂蘭 如果我不是這樣做 我怎麼跟莫老闆交代 你很卑鄙,大小天 大小姐,走 是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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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 大小姐,走 走 小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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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уд 口